这个天气冷了 冷台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四月二十二号上午的六点四十 大家好休息了一天满血复活 干活去 一天满血复活 这个轮胎好像不叫了问题解决了 哎呀很开心啊 七点半到了厂里了 今天来的比较早 早一点过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路上的这个早高峰给避掉 这样吧 我们人也开得舒服一点 这个轮胎跳的问题解决了啊 我们来看看 这是左前了啊 平了 右前了 右前了 也是平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从前面 这两个前轮是转到后面来的 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了为什么跳吧 看 看这个庐山真面目出来了 这两个并到一起 看 磨得不均匀 尤其这个呢 跳成这样子 难怪它跳 好了 好了 这个轮胎跳这个问题困扰我几个月了 现在把问题解决了 很开心啊 记得当初学车的时候这个理论上面就这么一条啊 这个轮胎要定期换位 我是偷懒了 还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 我这个车子也老了 每个轮胎的这个磨损程度也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那么好换的 要考虑到前桥后桥 这个车子 每个品牌的车子总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既然选择了它 我们就要包容它的缺点 哈哈哈哈 车子的毛病 我们要从花小钱开始 慢慢的来排除它的这个故障 如果小钱解决不了 我们再去花大气 还是那句话 车子气分开 三分哑 我们要把这些毛病和故障 把它 在萌芽状态就把它解决掉 这样我们使用起来 怎么讲呢 叫开的放心 用的顺行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再见